说到胃溃疡的这个警报 我们的观众朋友又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来听听 我在网上看到说 要是变血的话 很有可能是胃溃疡 一定要重视 有可能吗 一般不是常出问题了才变血吗 还真有可能 这位观众说的这个消化道溃疡引起的一个出血呢 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症状 那么有20%到30%的溃溃疡的患者 会出现这个消化道出血 那么在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里边呢 由溃疡导致的这个出血的原因占到50% 是排在首位的 所以这个消化道溃疡引起的出血一定要引起重视 往往是一个信号 有的患者呢可能疼痛不能引起他的重视 刚才我说了 疼痛往往是一种隐痛或者是顿痛 不是说忍受不了的那种疼痛 但是这个出血了 有的患者肯定就害怕了 比如说这个呕血了 甚至变血了 咱们临床上有不少患者是因为 看见血了 害怕了 来看病了 胃溃疡之所以会出血 还是跟胃酸刺激稍多有关系 其实这个胃黏膜下的血管 还是比较丰富的 当这个胃酸反复刺激的时候 会把我们这个血管腐蚀掉 那么会引起出血 但是其实这个出血呢 大多数的出血会自行停止 在我们机体的凝血 凝血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保护性的反应 那这样的变血 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颜色呢 是这样 其实这个胃啊 属于上下化道 它这个出血以后呢 一般会跟食物混合在一块 当出血量不大的时候 一般我们 普通人是基本上发现不了 如果不做这个精密的 这个变前血检测的话 它一般会跟食物 跟分辨混在一起 当出血量进一步增加的时候 它跟食物混合以后 有的个别细心的患者 在排便以后啊 看到这个变 冲水以后 这个变散开以后 会看见里边会发红 或者有血块 如果这出血量信不增加 超过咱们胃的这个溶挤 会导致这个殴血 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生 这个吐血 这个时候一般出血量 已经很大了 一天一天